美国中西部多个地区从前天开始就被一股来自北极的超强寒流 这个极地漩涡袭击 一些地区的酷寒程度堪比南极 由于气温一直处于零下20多度 目前为止也导致了至少8人丧命 而交通跟公共服务也大受影响 包括密西根还有威斯康星等三个州属都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那另外当局也开放了庇护中心及巴士 让露宿者有落脚之处 放眼望去 墙风不停地刮着 河面也结成了冰 街道只剩下西洛人潮 受到暴风雪影响的美国芝加哥 温度已经下探零下22度 这一波极地漩涡的来袭给民众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除了需要穿着厚重的防冷衣物 等待乘坐火车回家的民众 因对火车班次取消而被迫滞留在火车站 等待火车恢复运作 虽然外头天寒地冻 但密歇根州底特律的下水道维修工作人员 还是敬业的全天候工作 随时抢修因对低温而破裂的水管 让他能够在最快的时间内 恢复正常运作 另一方面原定在昨天举行的美国雪雕锦标赛 也应对暴风使雪变得干燥 会影响比赛的进行而被迫延迟 再次回到这里 再次回到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